听说只要用科学来做料理 就会更快达到神厨的境界 比如说没拉反应 就是吃了不会拉肚子哦 哈哈 纳豆公是没那反应啦 不是教小朋友做菜 也不是探讨食安问题 由公共电视台制播的 神厨赛恩师节目 尝试以跨领域的方式 由主持人纳豆带领小朋友 探索厨艺背后的科学道理 让生硬的科学变有趣 我是制作神厨赛恩师 然后它是一个 就是科学跟厨艺 结合一个跨领域的 一个儿少节目 对那因为就是说 我们做这种 怎么说就是难度会比较高 是因为说 一个就是比如说 做菜的领域的人 跟科学领域的人 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个就是比较困难 在统合上面会比较困难 所以呢我们就是变成说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话 我们要如何把这些领域统合 然后呢又要让那个小朋友 可以就是又好玩 然后又轻松活泼的 就是可以对这个节目 然后很有感觉 比如说像我们中华料理 就有很多的料理单制 那这些料理单制 就是煎煮炒杂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都会有一个这种料理 就是料理单制的那个 一个背后的科学原理 然后做一集的主题 其实说大家在做同节目的组 都是的团队呢 都是在做都蛮困难的 那尤其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挑战一个 就是你就算做再精致或是怎么样 就可能就是会挑战小朋友的收视时间 他们或者是他们的收视平台 对那都是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说我们做电视节目 那如何要能够让小朋友 在网路上面可以看得很轻松愉快 对或者是会主动想要去收视 在网路上主动想要收视 这都是我们要在努力的地方 恭喜 节目单位投入心血 制作儿少节目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少五星节目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 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 同时美观也特别感谢 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赞助经费 持续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五星奖活动 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